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爱多绘本的燕子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故事是 不睡觉世界冠军 作者是英国的西恩泰勒 是由星星出版社出版 睡觉时间到了 可是呆啦的玩具伙伴们 樱桃猪 霹雳鼠 豆豆蛙 还很清醒呢 它们一点也不想睡觉 呆啦怎么才能让它们变成 最快睡觉的世界冠军呢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故事吧 呆啦 晚安 爸爸说 睡觉时间到了 可是呆啦怎么能去睡觉呢 它得先把自己的玩具伙伴 樱桃猪 霹雳鼠和豆豆蛙 好睡着呀 我有点不想睡觉 樱桃猪醒醒鼻子说 我一点都不想睡觉 我一点都不想睡觉 霹雳鼠大叫 豆豆蛙不止不想睡觉 它还一直跳跳跳 不要再跳啦 呆啦说 睡觉时间到了 霹雳鼠大叫 我不要睡觉 我不要睡觉 豆豆蛙 啪啪跳着说 睡觉太没劲儿了 我是不睡觉世界冠军 樱桃猪说 幸好 呆啦很会想办法 让它们睡觉 于是 它把它们放在了枕头上 樱桃猪问 你可以把枕头 幻想成别的东西吗 可以呀 呆啦说 这是一条船 真的 枕头船摇啊摇 枕头船晃啊晃 枕头船摇摇晃晃 穿过了大海浪 大海里 船底下 水母 鲨鱼 海马 围着你团团转啊 快快躲进 船舱里 不怕风也不怕雨 舒舒服服 温暖无比 就像猫咪睡在骨舱里 暖暖你的脚 暖暖你的膝 听大海 为你唱一曲 摇篮曲 噓 呆啦悄悄地 看了看 樱桃猪睡着了 豆豆蛙却开口问 水母 是水的妈妈吗 霹雳鼠也大叫着 不睡觉世界冠军 其实是我 呆啦叹了一口气 唉 到底要怎样 才能让你们两个睡觉 霹雳鼠提议说 不如送我们礼物 玩具鞭炮 还有腊肠披萨 呆啦对他们说 现在不是说 哪些东西的时候 现在你们应该 把眼睛闭起来 我的眼睛闭起来了 可是我的脚还很清醒啊 豆豆蛙很有精神的大声说 于是 戴啦把他们俩 放进了鞋盒里 霹雳鼠问 你可以把盒子 幻想成别的东西吗 可以啊 可以啊 戴啦说 这是一辆火车 真的 不管天气多么冷 雨下得多么大 温暖干爽的午夜火车 准时出发 凭闪闪闪的车轮 在铁轨上轰隆隆转 奔驰在山谷间 去了又来 来了又去 气咔 气咔 咔哒咔哒咔哒 真气冒出来 火车载你进入梦乡了 梦里有好长好长的旅途 和好多好多的恐龙蛋 梦里有跑得好快好快的白马 在好高好高的天上 现在谁是不睡觉的世界冠军啊 戴啦小声吻 霹雳鼠抬起头说 我是去睡觉的世界冠军 说完 她闭上了眼睛 这下 只剩下豆豆蛙了 她 到底有没有睡着呢 没有 完全没有 她又开始 跳 跳 跳 还有几年才到我的生日呢 她问戴啦 戴啦小声说 天哪 我不相信你还醒着 我相信啊 豆豆蛙呱呱叫 不睡觉世界冠军 应该是我 于是戴啦 把它放进撞玩具的篮子里 豆豆蛙问 你可以把篮子幻想成别的东西吗 可以啊 戴啦说 这是一个热气球 新建号气球飞得又远又高 把所有的热气球 把所有的烦恼通通忘掉 像安静的雪花 在空中漂浮 往上飘 往上飘 越来越高 高过云端 快快喊停 假如你要 跳 跳 跳 是什么 一闪一闪的 环绕着你 哦 是天空的 项链 亮晶晶 戴啦看了看 豆豆蛙躺着 她的头 枕在手臂上 没有刮 没有叫 没有跳 跳 跳 戴啦小声地说 他们 全都睡着了 她抱着他们 一个接一个 上床睡觉 所以 你知道 不睡觉的世界冠军 是谁吗 应该 是呆啦 哦 也可能不是哦 是不是 正在听故事的 你们呢 噓 时间不早了 今天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吧 我们下周 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如果还想听 什么有趣的故事 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哦 别忘了点赞 分享和订阅 谢谢 下周见